大家好,我是MG 关于马独工这个人 早先在不同场合与时间聊过很多次 这次呢,用视频的形式简单总结一下 仅在当下的环境来说 马独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在讨论问题还不需要有正的时代 马独工在舆论场并不突出 只能算是一名热衷宏大叙事历史话题 对发展主义有狂热情节的砍大山爱好者 这样的人物在当年的网络论坛上一抓一大把 马独工的观点经常被指为暴论 有些是恶意攻击,但有些也是事实 你要站在严肃的专业的角度 来审视马独工的观点与方法论 时常经不起推敲 甚至作为工业党 马独工在过去都是不入流的,落伍的 因为马独工是土木出身 他看待事物发展时 惯性地站在传统工业与基建的角度去看问题 而从2012年开始 中国大陆的土木与传统工业 进入了不可逆的产能过剩阶段 即便通过向其他欠发达国家与地区 进行产能输出,也无法改变这一趋势 中国大陆自此从宏观政策上开始鼓励产业转型 放松了金融监管 随后中国的经济 乘着金融与移动互联网科技的风 以及来自美股的热钱 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 经济的繁荣也孵化了一批中产阶层 消费这一概念也开始流行 互联网、大数据、AI、消费与金融 促使发展这一话题 不再像武力攻打台湾一样 是树下老大爷也能聊上一嘴的话题 这一时期的工业党 主要以金融与计算机行业的人士为代表 而马独公这样思维大体停留在工业时代的人 只能靠边站了 马独公是落伍的 不过也因此是幸运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走在时代前沿 对于发展更加敏锐的金融与科技工业党KOL们 早些年呢 便因为线上或线下的发言 或者其他种种排队成为了非法人物 而反应相对迟钝始终聊不到点子上 在思维与方法论上走怀旧路线的马独公 因此不仅避过了大风大浪 还因为挂靠官网得到了聊话题的证 总的来说 马独公和司马南老师胡锡进主编张维为教授一样 都是被时代选招的优秀人才 马独公与其他人的差异在于 他尽管在理工科里是认知最落伍的一个 但是他始终还是一个理工人 在语言的艺术上相较于其他表演系出身的同行来说 远远不够精进 这点我作为程序员是深有体会的 我并不是要刻意与甲方客户作对 但甲方客户基于人情事故 提出的既要又要还要的方案 我满足不了啊 因为计算机只懂灵医不懂人情事故 让我在既不留后门的情况下 还要实现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是很不可能的 而马独公之所以被选招 还是因为他那套发展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论 所谓发展主义又或说工业党 就是在观点上相信发展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在方法论上为了发展而发展 发展主义有意模糊 甚至面不改色的拒绝回答 谁为发展牺牲 谁因发展受益 以及发展的尽头是什么 如果发展没有尽头 那么过程中的牺牲又是为了什么 生物学上当细胞不再增值 那么生命也就死亡 那是不是可以说 只要细胞无限增值就能够获得永生呢 那当然不是 那叫做癌变 发展主义并不是什么高深理念 正如我前面所说 马独公在过去的时代 只是成千上万网络用户中的一员 没有特别之处 在过去当中国大陆的游客来到美国与欧洲时 总会感叹 怎么遍地都是大农村啊 还不如我们现成的高楼大厦多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发展主义观点 而马独公热衷步道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社会化浮养 也不是什么新概念 19世纪后期的英法 与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与苏俄都曾流行一时 如果最终目的是为了对外战争 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被称为叫总体战 如果最终目的是为了利润 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就被称作发展主义 如果这个阶段被称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话 那么就是念玲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 马独公这套底层思维呢 与时代的精神是契合的 所以成为了被时代选招的人 这两年马独公的内核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 但是他实际造成的影响 以及他遭遇的处境却有所不同了 这里的原因有几点 第一 马独公的频道在表达内容的顺序上 是先陈述客观情况 再发表个人观点 这点于当下是极少的 是不合时宜的 当大家都自觉抛开事实不谈的时候 你还在谈事实 那么这就是很大的罪过了 第二 马独公的频道互动环境相对宽松 马独公其实没有讲什么 但是评论和弹幕都讲完了 马独公有意无意的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他没有担起精选评论 进化网络环境的责任 说明他心里面是有想法的 组织上多少对他还是有点不放心 第三 马独公是所有目前有证的人里面 唯一还愿意聊点什么 敢聊点什么的 这导致了非常夸张的红吸效应 在当下的环境 不管是马独公 还是其他一些网络人物 遭遇封杀 不一定是真的说了什么 或者说到什么程度 而是影响力过大 或者引起了脱离剧本的舆论 那么就会预防性的封杀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早先爆红的秀才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做 短视频内容就是没事走个猫步 比个心 然后吸引一下老太太而已 但是因为他在老年人里 影响力太大了 所以说就先疯了再说 舆训管控是一些部门的工作 看到了不处理 那么就是工作失误 所以只要热度太高 现在就是先疯再说 我自己就非常非常讨厌 有些人现在还搞不清楚情况 动不动就拿 你如果不更新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取关你了 不给三年了什么 来威胁我 我其实巴不得你 现在就取关 粉丝稍微多点的话 就要被特别的关注 最后 马独工虽然自视有现代性 但他目前的公众形象 还是非常标准的 前现代大英雄 和海瑞和包拯这样的人 可以坐一桌 在很多人心中 他是一个替自己申冤 替自己做主的圣人 在研究历史方面 我不认为要看二十四史 只要看名史足矣 但同时我也很反对 很多人还在拿名史 来映射现实 做道德评判 甚至企图从中找寻出路 这显得很愚蠢 是认知配得上苦难了 马独工曾是无情的工业党 如今很多人别无选择 却要从这个无情的工业党身上寻找人味 而我呢 曾经多出善感 但现在变得非常冷漠 我已经无法与困死在大明王朝中的人 产生任何共鸣 如果不走向现代 那么被历史裹挟着消亡 也是你必然的命运 我想这一次你大概是熬不过去了 所以 十对了 给我研究所